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回應一下 我早前在12、7、6發佈了一個叫做TVB 這個日直是報D不報D那間的一個 的士恐怖襲擊事件的一些留言 我發現都頗有趣 分享給大家看 這個like數其實我沒有什麼在意 其實有幾個特別搞笑給大家看一下 有些那些我就不特別說了 OK 好 這裡開始看了 大家就看看 你自己播我的視頻說 我外國人都有說 他們在這裡破壞的士 他們就會攻擊出租車 事實說一路追著的士來打 最後被包圍這裡還有另一個視頻 到底誰是真相呢 OK 我就回覆他了 這裡我也有很多回覆的 那 有些特別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 這論點都蠻搞笑的 我就說撞人是事實 還是想跟Madam說的一樣 因為曾經在元朗 有人說那個便衣警 就開車撞到示威者 那那個Madam就說 這個時候應該要聚焦在示威者的暴力 那我就回答他 是不是只看示威者暴力 而不看開車撞人 OK 這裡有另一個人說 示威者暴力要報道 開車撞人要報道 開車撞人不代表私了 對 黑衣暴力每次都蒙面 百多人不由分寸吐一個人 人多欺負人少 這個就是令人憎恨 然後我就說 現在就是說 暴力不持平 暴力不暴力 然後我就問他做什麼 我不知道這裡他是做什麼的 好了這裡 如果報道不為攻擊的士司機 的士又怎會去撞人呢 司機只是想逃跑 你要分清邏輯先後 好像警察和暴力都用暴力 但是暴徒不用暴力 防暴警察怎會出動呢 不當2019月6月之前香港街頭 防暴警察到處暴力驅散市民 好了 這裡就說 逃跑就是加速轉了撞低人 強姦反強姦都是女人的錯 我就問他6月有多暴力 和平遊行結果林鄭繼續推法案 這些大家都知道 政治問題 只不過林鄭將問題移到警民關係 如果警察不濫權 哪有這麼多人反 好到這裡 這裡差不多開始精警了 他就說我感覺到現在的香港年輕人都好像被洗腦 是非觀念都沒有 那輛的士在幾百米以外就一直被暴徒追擊 去到路口被暴徒圍住然後就打爛車拉開車門 強行要拖司機下來嘔打 我很想知道如果你是那位司機是不是就放棄反抗 讓暴徒拉下車嘔打重傷 求生是人的本性 當幾百個暴徒圍攻一個司機 他們逃生是人的本能 先後次序可不可以搞清楚 不要說暴徒才嘔打司機 就算司機先撞人難道就可以把司機拉下車打 這個還是法治社會 暴徒還有一天會過去 但一人一旦衝過那條線 雙手滲满了血還可以變成善良的人嗎 以後都要跟暴徒生活的一切都是全體香港人 好了到這裡了 另外和平又是結果是6月林鄭宣佈終止逃犯條例審議 至於所謂真普選英國殖民地100多年哪位港都由香港人投票出來 英國幾百年民主為何不讓香港民主1997年歷史上最民主的時刻 不但可以投票從提名委員會提名的幾位特首選出一位 香港人還可以做到政府最高職位 以前香港人的公務員都是二等公民總華探望了幾個無辱的官客 但香港人現在做到警隊最高職位 經常要反共共產黨做了什麼壞事惡事 回歸22年 香港零繳稅 請問世界上有多少個城市不需要繳稅 我就回答他 是非觀念不分的話其實是政府 6月開始全體香港人和平市委一滴血一些破壞都沒有 結果帶來什麼呢 大家都很清楚 721事件 他問他知不知道什麼是721 721之後和平集會 包括一些地鐵站集會 希望地鐵交代721事件發生了什麼事 直至831 831他又知不知道是什麼 市民經歷了兩大事件的人香港還怎麼會相信這個警察 暴力出現我認為是有問題的 但背後是什麼原因驅使示威者用暴力呢 我想這個都是要詳細去考慮一下 如果我是司機我只可以慢慢等示威者散 而不是全力衝前 什麼解釋都說不通的 他衝前這一下 什麼車子被打被打就要撞人 這個完全說不通 至於你說6月取消條例 是9月 足足3個月才撤回條例 無數的事件才會撤回 現在一早已經不是條例的問題 而是警察濫捕 沒有委任證編徒的問題 其他我不跟你說了 我免得跟他說 其實都一大論是有很多的 OK 另一個人又回答了 這些只是你看法 有很多人想停 所以你們不要再破壞 尤其是港鐵 不要經常拿721 721本身有很多疑點 但被你們大肆破壞社會 怕生日無死人被你屈到有人死 林鄭之前暫緩很多人收了貨 之前所謂8萬人上街之事 不復在然 但就是歷史少數人 騎劫全香港 破壞很多無辜的人 總之一句 很多人想停 究竟明不明白 很多人收了貨 我就說你說是不是 有眼看 有多少人不喜歡 不妥這個問題 由始至終都不關條例事 如果真的關的話 就不會第三次才有8萬人上街 之前只有1000多人 少得可憐 90%都不知道條例說什麼 不知道什麼事被人煽動了出來 基本上這些就是一些典型的 事後恐明 就是說 人也是你鬼也是你 基本上 8萬人也說8萬人 不夠人也說不夠人 OK 好了 6月的時候已經終止逃犯條例 這個很明顯是錯的 他並沒有終止 壽終正寢 這個節也不是6月出現 他問我7月有沒有看完整片段 李卓廷帶著一群示威者去元朗挑釁本地居民 難道你不知道光復元朗 如果看完整就知道衝進地鐵站前 有一個白衣都說被黑衣人擊倒 倒地不起 我都想知道哪裡被人倒地不起 我只知道有一個 什麼飛天藍打人 然後倒地不起 就真的了 飛了天了 真的 李卓廷等黑衣人不斷挑釁滿口的DLLM入來打 至於白衣人更可笑 過去一個月連死的誰是藍人都不知道沒有受害者的家屬報案 難道白衣人打那對孤兒沒有親屬家人同事同事的孤兒 一個月蓋了人天天拜祭亡你這一點 看得出香港人多愚昧無知 最後不要這麼天真 還等示威者慢慢散去 因為影片中 示威者都已經打開了 嘔打 還等慢慢散去 是被人打上去躺在地上還等你慢慢散去嗎 那我就回答一下 眾人皆罪你獨醒 很多人被洗腦了 這裡回覆他 6月 壽終正寢 壽終正寢正確時間 是7月9日 並不是所謂的6月 我覺得他在這裡誤導 而且法律上沒有壽終正寢這個詞語 在新聞上都有播 有些學者都認為是沒有的 只有撤回 一旦就撤回 一旦就推行 是不是不肯說的原因是什麼呢 還有李卓廷呢 他是誰呢 我就不知道 7月1事件 一大群白衣人在元朗的元龍街一帶聚集 只要是黑衣就打 至於你說西鐵陣無差別攻擊 是正常的 我聽他的一些言論就覺得他是在說合法 即是合法 不要說合不合法 他覺得沒有問題 警察 他有多少個白衣呢 據我所知由現在 大約6至7個起訴 都完全沒有事 我就問法治在哪 不肯公開CCTV的原因是什麼 不給救護入場的原因是什麼 他什麼都沒有說 只是適合在道德高地 說人愚昧 不要天真 連基本資料都說得不清楚 更加不要在這裡理論 本來只是發布一條影片 叫大家接觸幾家傳媒 他就衝出來 李卓廷6月中止笑死人 不知道你是香港所謂的藍絲 還是住在其他地方 指手滑腳的人 看一點就覺得看完整個局面 這個基本上 是我經常都說的 這個事件並不是單單 在說一件事 是由6月中開始已經發生 直至現在的一個 大局 一個整個局勢 所以 單憑看幾個事件 你就覺得是看完整個局勢 真的太天真 警察都不會這樣 警察是怎樣 警察是不斷不斷 升級他的拉人的行動 那個拘捕行動 他說什麼 三個人 非法集結拉得 這本相 大家現在是經常都聽到的 那究竟 警察是不是真的以一個正常的角度 去拘捕呢 那我就不知道 他就說打錯字 721有沒有挑釁人 看完從來沒有說白衣人打人對 但沒有白衣人去其他人家挑釁 白衣人會打人嗎 難道6月之前都經常有白衣人攻擊黑衣人 6月底林鄭說是中止 然後示威者依然咬文著字 林鄭7月說壽終政審9月才撤回 這個就是時間線 6月的時候林鄭已經說了不會繼續推這個逃犯條例 這個也是錯的 他只不過是說暫緩 這個的逃犯條例 他是日後有機會再推 就並不是 不會繼續推行 一定不是 831 CTV比較打敗 打壞 還有一些CCTV有很多私隱問題 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 為什麼要隨便公開呢 你說打死人起碼都要講性命出來 這個不是常識 難道家屬都沒有 預言者家屬都沒有 當然沒有辦法申請 這個是基本的常識 我又一大輪 我就問他為什麼不去想 沒有831人的時候會不會發生721事件呢 又打錯了 首次鐵東的白喜忍在出沒元朗隨意打黑衣示威者 一開始在元龍街出現 一開始在元龍街出現 看到有個黑衣被打到全部都是背的 那個人呢 就剛剛放工走的 我還記得 那警察在哪裡呢 兩個警察眼見西鐵站大批的暴徒手持鐵東 又轉身離開 覺得是正常 我問他是不是 T1人當然不對 所以臨出來被人打 但並不代表這個是理所當然 亦都不代表這個白衣人可以沒有差別攻擊 更加不代表警察可以坐視不利 這個721警合合作 明眼一看就會知道這個發生什麼事 至於林鄭講的6月底並不是中止 而是暫停暫緩 並不代表中止這個條例 香港人的要求是撤回 而林鄭就有玩語言的藝術 這個當時也有說到 當然就會令人憤怒和不滿 至於831一樣無差別攻擊 今次是警察 無差別攻擊市民 我打了三次就很重要 地鐵不肯公開CCTV 背後除了法律問題 隱藏大量的問題 向法庭申請CCTV 說個笑話 大家都知道 831事件疑點重重救護 進場醫治傷者 警察關閘拒絕 太子封站足足兩天 其他站內CCTV被爆 雜機被爆 下一天就如常運作 為什麼太子站需要封站兩天呢 疑點重重的情況下 要求公佈CCTV 釋除大眾的疑慮都是合理 這個基本上色 而不是繼續隱瞞 按照他所說 的士司機都有可能 挑釁了示威者 示威者繼而打傷司機 這個情況也是存在的 沒有挑釁應該也不會有打人 按照他所說 林卓廷的挑釁論 他就說 你已經預說了 立場就沒有辦法公正的評論 我是美國生活的台灣人 很關心香港的局勢 因為我在香港都有親憑 一直說831警察衝入太子站 那你只是看了直播 那你也是看了直播嗎 警察為什麼要入地鐵站 因為暴徒在攻擊地鐵車廂的普通市民 不單是用遮鐵通錘攻擊中年人 還有一些拿滅火器進去 對著車廂噴滅火器 這個很明顯也是有問題 因為另一邊 就有一個中年人是拿著鐵錘 拿著鐵錘 這裏他也是沒有說 這裏是令人窒息的 肯定是有人報警 所以警察才會迅速到場 警察呢 攻擊的基本 都是一些馬上換上白衣服的黑衣人 這個都是 我不知道在哪裏看到的 白衣服的黑衣人 不過是有換衣服的 我不知道在白衣人是多少 視頻和圖片 好幾個白衣人都可以看得出來黑衣服 我都不想爭論 只是想跟你說 可哀的華人大多數都是支持香港 警察和政府 而你身在香港 被獨媒體被洗腦 根本看不到全部的事實 這個我也覺得很特別 就是這一句 搞到我想開這條影片再說一說 他是覺得他在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的人 是看得清楚 我身處在香港 或者是其他身處在香港的人 就是旁觀者稱當局者迷這個意思 但是我想說 如果你沒來過這條影片 甚至如果你是根本 你 只是看同樣的媒體 你看什麼媒體可以看得出這些消息 或者跟我看的不同 然後得到不同的結論 我想說 他身處在美國的台灣人 看得通香港社會發生的問題 那我都想 我自己想我也不用特別跟他說 真的 其他那些就不特別說 我只是說我自己留言的那些 他會覺得他在其他國家的地方 看得通過我們在 現在在這個香港 看得通的東西 這些是不知道什麼 不知道什麼 不知道什麼觀點 我覺得很有趣 分享給大家看 OK 還有一個就比較搞笑 那本身就沒有什麼特別 那這裡就開始了 你擺到明東亞又有份參與 的士就是停了人群 有人上了車做些事 令到司機驚嚇 你要自首吧 蟑螂我就說 那我就自首吧 的士佬 OK 那下面來了 有一個神經病人就出場了 他剛剛mark完這條文書 我就說為什麼那麼多人會錯重點 其實我這個影片就是想帶出一個 就是TVB報點不報點的一個事實出來 結果引了一大堆人出來引戰 是不是真的忠然會逆矣 還是他們看了TVB 結果一有人認為是不妥的時候 就立刻出來互主 我就說要罵給一些論點 不要跟我說一些仇恨言論 OK 那這裡就開始精警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就說好的 你們是斯佰人就跟斯佰人的講 有沒有了解過的士為什麼會在裡面 他是一個接了一個order 前往去到這個地方 不知道這些示威者倒露 你有沒有留意到他一個老人家 還有腰部有問題 如果是你會不會那麼蠢 跟示威者吵 在他身上的財物都被人搶 那些示威者帶了面 他以為自己勇士 這位先生麻煩你認清楚 發生什麼事 黑媒體泛濫文宣扭曲事實 我沒有顏色的中立人士來的 但是很清楚 這次的暴動一定是先去香港的經濟 這句我不知為什麼 是的 那我就 挺特別的 真的很特別的這個留言 我真的想貼堂 他就說 我沒有顏色的中立人士 然後稱示威者為蟑螂 這個是沒有顏色的中立人士所說的 我就說你都挺中立的 切而不對後遇 再說這條影片 就是單純告訴大眾 選擇性報導的一個問題 反而他好像比其他媒傳媒更清楚 腰部問題 財物被搶 收到命令? 我真的第一次聽 有沒有人聽過這個問題 我真的沒有聽過 他就說 山仙最重要一點就是說 和平但利用暴力理話 每次去哪裡都搞大破壞的理話 這樣叫他們拍給面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是理性分析 看真點先說 OK 我又 真是理性分析 我就建議一下學一下中文組織 後面的我完全聽不到 還有還沒回答我自稱中立民事 然後還人蟑螂 說話好像沒有什麼 不過我也照答 721之前的所有遊行集會 全部都是和平的 結果換來什麼 7218人的全部無差別攻擊 警察怎麼偏光明眼人一看都知道 只有幾個起訴 但元朗站 整個100人有多 在元朗西鐵站的私暴 不知道他會不會覺得 那幫人暴力 以及香港政府沒有想著平息這些事 不斷以暴制暴 而更加發推蒙面法 完全難以理解 不知道是不是只看到一則新聞 就以為自己看清楚整個局勢 剛才我也有說 希望不是身處其他地方或國家 然後說香港人被洗腦被利用 最後回答 暴力我一定是反對的 但我認為除了反對暴力之外 還要思考一下 為什麼示威者需要用到暴力 引用他去看清楚再說 OK 他就開始 真的瘋了 他就說你不要在這裡裝學識 你猜你咬文著節就厲害嗎 通常你們適合就聽 不適合就打 幫蟑螂做文宣 傻子 對 這裡我覺得挺有趣的 所以就分享給大家 以你服人才行 今天只會打蟑螂 有什麼用 學識不高 一定比你高 看你打字 你老一輩古典的思想 可以有蟑螂 還跟我說理性分析 他行不行 好 我就說 反駁我理性分析的話 然後他就開始 以人身攻擊 通常這些人如果真的 他腦裡沒有一個 就是他沒有一個立場的話 他真的完全是人身攻擊 他的結構很差 眼盲老殘數把 我就說繼續做井底之蛙 理性分析得淡少 幫不了 繼續回到影片圍奴 藍絲那裏 多謝他的回應 很熱鬧 令你有留言區 然後就說你這麼老殘怎麼分析 然後我跟他說字都沒打好 跟我理論 自己老殘看不明白 說我老殘真是笑死人 OK 接著他就開始了 成功了越多 留而是否收錢越多 我說你說是不是老殘仔 真的老殘到無可救藥了 快點去死吧 會文化真 白痴更加老殘更可怕 或是你白痴仔 發帖已經跟他對鬧到現在 我不知道這什麼意思 真是有趣 真是有趣 那我就選擇不會再回覆他了 我直接上傳了一條影片 去貼一貼堂 分享給大家 究竟是 有什麼問題呢 他是完全不同 第一個都叫好一點 跟我討論 但是第二個真的是 你看看這裡開始 他打了三段 其實他的論點是什麼呢 第一 經濟 我只看到經濟 整篇文我只看到他的立場就是以經濟為首要 接著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他是收到命令前往這個地方 老人家有腰部問題 身上財物避場 我不知道他在哪裡看得到 他很有趣 不知道在哪些傳媒看到這些事 我都覺得是 挺特別 其實跟著就沒有什麼立場了 沒有什麼立場了 只是用這個經濟跟我說 受傷的經濟 不過其實很久之前我也覺得 你經濟好不好 都未必關我事 好老實說 真心 關不關我事 就是 說說上水的水貨客 那些水貨客 拖了幾十萬車 超多盈利 那我自己有什麼得著呢 我是沒有什麼得著的 老實說 除非你真的是 死人塌樓 那裡沒有貨 什麼都沒有 這就關我事 但是你經濟不好 其實如我 不是說 很大關係 老實說 所以你經濟好不好 對我的影響 一定不會很大 因為我這些不是那些頂層的那些 我只不過是一些 底層的一些人士 看看有沒有他做個回覆 真有趣 唉 本來都不想特別拍這條片 但是這個那麼有趣 我一定要貼給大家看 哈哈 OK好 那這次這個影片到這裏先了 還有我真的不是很在意這個like 或者dislike數 最重要是多人看 很老實的 就是其他頻道 其他影片 其他YouTuber 都可能有些人是 dislike多個like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有人看 如果你沒有人看的話 你dislike like都沒有 那其實沒什麼意思 某程度上這個人是幫了我很多 哈哈 所以我最後是多謝他 令到這個留言區很熱鬧 Foonie繼續留 不過可惜的就是上一個他沒有留 他說什麼 他多看一下 先看一下 OK 預設了立場就沒辦法公正評論 立場預設了其實 他明不明白什麼意思 如果你是預設了立場的話 即是他跟我說的 其實他都預設了立場 老實說 哈哈 每個人都一定有立場 只不過是盡量沒有立場 怎樣盡量呢 就是那個客觀 即是好像新聞 你新聞如果你是有立場的新聞的話 你只是報一個畫面 就是可能 即是說以示威者為例 如果你是有一個立場 就是幫 幫 政府那邊的 可能就是你就是要拍攝 示威者的暴力那一方 但是怎樣才為之沒有立場呢 就是他很多地方 都 播了出來 不會有一個框架 寬著某一些的新聞 譬如有一個 那麼大的新聞 但是你只是播 我斬一半這裏播 不播這裏 那你就有立場 即是他不是以一個客觀的角度 去看整個 事件 當然啦 新聞的話 其實很難 完全做到 是 零主觀或者是 全客觀 是有一點點難 那就是要看你怎樣去 去再找不同的媒體 去到 分析那件事 這件事就是我想在這條片帶出來的 但是就不知道為什麼 好那這條片就先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